如果看到边上有报纸 今天报纸还没看呢 看报纸跟你有什么相干吗 我看新闻 新闻跟你有什么相干吗 新闻 我看电视 电视剧 那里面演的有教育仪 那演的你自己教育仪 你教育了自己没有 你也在演 人生百年如过客 你这场戏演的你觉悟了没有 你没觉悟 你看别人戏 看什么热闹 你这个主人公 自己是自己的导演 自己是自己的摄影师 自己是自己的编剧 自己是主角 跑马登那也是他 所以这个要发誓 要刻骨铭心 我为三宝弟子 我有这样子的善根 我得佛慈悲设受 我在这个黑暗的末法时代 居然又遇到光明了 我要 要一心一意的 不要错乱了 不要错乱 不要颠颠倒倒的 一掉头忘掉了 所以那个 我们六祖大师的这个谈经理就说 修行要在掉头转臂处 你们就实验 我们讲经结束的时候 掉头转臂处 掉头转臂处 不要一掉头就忘掉了 我们比喻老鼠 老鼠没记性 爪子一落地 就忘掉了 我们人呢 一掉头转臂就忘掉了 佛性就没了 就忘掉了 所以过去祖师他说 这是不要跟我讲话的 到我面前走几步 我就知道你有没有开悟 对不对 他很厉害的 那是他开悟的 他是知道的嘛 你有没有领悟 你修得怎么样 一看就知道 你达到什么火候了 一看就知道 所以有一个人他 高兴得不掉了 开悟了开悟了 然后 师父就当众 那天大家都聚在一起 就说你开悟了 来来 跟我们讲讲 你怎么开悟了 他说 伸腿在缩腿里 走路的时候 一个腿伸出去 这个腿不就缩回来了吗 伸腿在缩腿里 厉害 你看 我们天天伸腿缩腿 伸腿缩腿 伸腿缩腿 走的还是轮回路 开悟了 伸腿缩腿 伸腿缩腿 不动如来 伸腿缩腿 伸腿缩腿 还是无量光 无量寿 如如不动 你看 差多少 得到佛法的智慧了 无边的世界 庄严的人生 由你开始创造 没有得到佛法的 无边的苦海 坎坷的命运 悲欢离合 煎熬着你的身心 所以不学佛的人 你很难有孝心的 因为这个人生这么苦 反过来回去 要去骂爸爸妈妈去了 谁叫你们生我的 对不对 因为生命没快乐 生命哪里有快乐 所以就跟爸爸妈妈 吵架斗嘴去了 那生命得到快乐 你会感恩啊 爸爸妈妈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给我一次 人生的机会啊 就有感恩心 对爸爸妈妈的感恩心 就是孝心 对兄弟朋友的感恩心 就是胸有地公 对国家的感恩心 就是忠心 你作为一个商主 你对顾客的感恩心 就是叫什么 就是信誉 质量和信誉 这都是从生命的那种 美感里 说生发的这种 好的品德 一个人自己生命 没有得到快乐的时候 肯定是口也没有好话 身体行为也没有好行为 想脑子也不会想好的东西的 所以这个是互相的 互相的 你得到生命的好的了 自然就会放射生命好的 口说好话 身体做好事 心想好事 反过来说 我们现在要想学佛 我们也要借那些不好的 先是生的借 所以叫生人 生人 读过佛经 佛告诉我们 这是不对的 那我们就听佛的话 这不对的 我要借 明明那个鸡大腿很好吃 所以现在 你看我们烧素食 我们去素食店 素食里面烧出什么 熏肉 那个什么 用猴头菇做的那个牛排 我一吃到这个 我就不想吃了 因为一吃到这个 就想到牛排了 一吃到那个 我就想到鲤脊肉了 一吃到那个就想到 还有的做的那个素食 做的像鸡爪子一样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吃过 台湾有没有 那个好像 好像是用这个 蒟蒻之类的东西做的 做的就像鸡爪子一样 一模一样的 叫粪招 粪招 我看的都不要吃 就这样 知道不好 就断 把这个给断掉 先是听佛的话 听佛话 拯救自己 真把恶 断断断 恶一断了之后 生命开始回归 开始回归 回归 找到生命的快乐了 生命这个时候 显现正面的 叫天不生无乐之人 只要你有生命 就有生命力 生命力自然会有 连风吹过来 你也会感觉到很舒服 好感恩 风 好舒服 所以叫夏有凉风 冬有雪 秋有明月 春有花 春花秋月 夏风冬雪 这个你看 美不美 但是一个烦恼的人 他就不知道 烦恼的人 烦恼的人在走路 你按喇叭 他也不知道 你按喇叭 他听到了 我气得不得了 你为什么对我按喇叭 他要不烦恼 他哪里需要别人按喇叭 汽车开过去 他就会知道的 他很烦恼的人 我质越重 烦恼越重 所以要戒恶 这个时候戒是听佛的话 戒 戒到后来成一点习惯了 但是这个戒的里面 快乐还没有完全升起来 所以叫生人 福人 最后达到无生法人 生灭灭以极灭为乐 那种大乐会升起来 那种极灭是代表什么 不是说没有了 不是说我死了 不是 是烦恼极灭了 生灭的现象停止了 生灭的现象停止了 就好像有的人 到好的地方 圣地去修行一样 如果你这个有这个修行的习气 你到了圣地 人缘地缘都 都聚足的情况下 那个一打坐 一不留神 五个小时过去了 一不留神 三天三夜过去了 对不对 那个就 山中不知岁月变幻 那就得定了 痛苦极灭 至少出众的烦恼熄灭了 烦恼极灭一分 你生命质量就高一分 你的快乐的这种阳光性 就增加一分 痛苦它是黑暗的 痛苦是黑暗的 烦恼也是黑暗的 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这样 要修无量光 无量寿 佛就是无量光 无量寿了 我们凡夫就不是 我们念念生灭 我们念念生灭 所以我们要把心灵 黑暗的一面 减少减少减少 光明的一面增加增加增加 就是利益众生 利益别人 也是在净化自我的一种修法 所以利益他人 是菩萨的行门呢 为什么 因为在利益他人当中 而减少我的执着 所以这个六度里 每一度都居住 这个三轮体空 我空的 对方没有众生剑的 没有实有的众生剑 那没有众生剑是什么剑 那为什么对众生要那样 没有众生剑是因为 看到对方的佛性 知道吗 看到对方的佛性 但对方自己还不知道 由此而生起的一种悲悯性 然后自己带着 缘起信空的智慧 然后看着对方的空性的 这种功德 然后结缘的呢 结缘只是一种方便 不是石油的 所以这就进入三轮体空 所以我们这个佛法的修行 是我们生命非常好操作的一种 佛法讲玄妙很玄妙 但是它又很朴实 所以我们昨天在受八观摘戒 八观摘戒就说 三根军收 三根军收 那就是净土中叫三根普贝的意思 持戒谁不能做到 你要说 这个是什么 无量光无量树是什么 那你不是一下子能了解的 但是说 不杀生可以做到吗 不杀生 淡截法师语 都应该可以做得到 根气再差 只要你愿意都可以的 能吃饱 能吃 能吃就可以做到 对不对 不非时时 过了中午不再吃饭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就可以做到的 这又不需要太大的智慧 对不对 所以叫三根军收 三根普贝的 所以这个戒就是个秘密法 有的很多人喜欢学秘密 真正的秘密是什么 秘密就是戒 戒是佛的身体 是佛把无量劫积累的功德 然后就授手交给我们 你当跟在三宝面前 打能吃的时候 佛的这个光就融入你的身体 所以就具足 然后这就产生正面的力量 正面的力量就是护法神 护法神 护法神 哪我没看见 你持戒的本身就是 就有护法神 你有个正气的人 正气的人 有浩然正气的人 他就不一样啊 他的力量就是不同的 所以 这个你想收三规的时候 三规就我们比一个例子 我常常比那个例子 就像电脑下载软件一样 你只要三规一 我们比个例子 只要你电脑下载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里就附带了 有这个保护 杀毒软件 保护软件 就带的 三规一 一规一 就三十六天大将军 就会保护你 这是同时的 只要你受三规一 如法的规一三保 就三十六天大将军保护 你只要受五戒 每一戒就有五位 护法 护戒的菩萨 自然就会有 这个很简单的 我问你什么时候开悟 不知道 师父不知道 你不要说什么时候问 开悟了 大家问 师父下次什么时候来台湾 不知道 我不会算命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台湾 什么时候姻缘又来了 那就可以了 但是说 什么时候受戒 这是可以简单吗 这很简单的 今天受就今天受 明天受就明天受 很简单的 戒是什么 是佛三大阿僧地劫 圆满的功德 佛的智慧要给你 你说什么时候开悟 不知道 这不知道的 累功吉德 以藏进为期 什么时候为期